字幕 李宗盛 正英盃、聯賽、晉峰、Yuia三個東西 當然剛才看不到的球迷 我們可以再重播 剛才一直都說你們整個聯賽在講 潔志、東方、南區 數漏了一隊強隊 李文去了哪裡 其實李文在這段時間去打阿協盃 阿協盃打什麼?打到哪裡? 我們上集有講過 不過再跟大家聊一聊 阿協盃最近打了一個跨區決賽 什麼是跨區決賽? 因為阿協盃的形式比較特別 香港是在東亞區 東亞區只有一組 只可以一隊出線 李文本身分組賽出線 是 因為這個南亞區 馬來西亞 那邊的南亞這些球隊 找不到主辦地方 所以就沒有搞 所以變成一陣淪空 直接去了這個分區決賽 對什麼呢? 當時就是等於 烏茲別克代表 對印度的莫坑巴根的勝方 是 就是拿薩夫贏的 拿薩夫贏了6比0 是 當初看到這個比數 心想很糟糕 因為其實如果是深水清的觀眾 我們上一集就說 糟糕 拿薩夫是很糟糕 是 包括了些什麼呢? AFC級的出了一些 post 他本身 有一張圖就是 看見數據那張 那張就是 拿薩夫對 莫坑巴根的賽後 一些數據 一些stat 看到莫坑巴根一次起腳 是 拿薩夫呢? 29次 29次 即是三分鐘就射一次 對 對 但是看到那個possession 其實控球率 大家差不多 黃牌 莫坑巴根還要多人一張 是的 當初看到這個數據 我都想 怎麼算呢? 不四球都六球 這些朋友 因為我那時候 是比較悲觀的 我本身 如果對莫坑巴根 就已經四到六球了 誰知道 贏莫坑巴根又四到六球 我就想 你會不會是雙位數呢? 我真的有想 因為 其實 你會有一個類比 你會覺得 我輸給這隊四球 那隊又輸給另外一隊很多 一定會覺得人家很強 結果 賽前在面倒 而AFC其實也做了一些比較 其實比較來都按鈎 擺到明 李文就直直無名 其實也沒這麼說 當我做這個powerpoint的時候 就看回他的post 他們有recap 就是當時結智 因為結智最好的成績 是阿血杯 不是 因為AFC級和AFC Champions League 是兩個不同項目 AFC級 只是說回阿血杯的 是 他們就recap 當時結智阿血杯四強 最好的成績是四強 他們就好像很中立 不知道李文有沒有機會創造歷史呢? 我沒有截圖出來的 我沒有截圖出來的 他們又不是一面倒地說 娜薩夫 他們也有提出 你某些有威脅的球員 看到右上角那張 李康廉 基雷里頓 阿哥斯達 竟然有李康廉 其實康廉也是一個受傷患比較多的球員 應該是否當年藍華打入阿血杯四強也有他 好像是 是不是他大哥 有大哥 威廉一定有 因為我記得 康廉也未必知道 而康廉其實當時打得不錯 其實康廉一向都打得不錯 但如果要被AFC點名 我就覺得 找不到人 大聲一點 收不到音 找不到人 你說什麼 再加上洛查列夫 左下角那位拿薩夫的仁兄 射了二十次 這位仁兄很有趣 為何這樣說呢 由當初分組賽殺到跨區決賽 他暫時是東亞這邊的神社手 是 變成了當時我看完數據都心想 大件事 大件事 總結了當時賽前我的感想 賽前就是這樣 然後曉明sir 李文的主教練 陳曉明教練 在他的社交媒體 我們可以下一頁 有出了一個報道 不是報道 是一個訪問 是AFC官方的 我英文不好 這部 Jim Alvin說一下 這個 Mental Strength and Team Spirit 本身 其實可能大家對 不要說是我們三個 可能很多香港球迷覺得 李文殺到這一步 成績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 大家都會覺得 這場一定輸了 而曉明sir 但是他們打赤的事情 又沒有理由不支持 曉明sir 曉明sir在這篇報道上 如果昨天有興趣 可以上回AFC的網 他整篇報道在這裏 我簡略地講一講 就是曉明sir有提到 實力上是有些差距 但是 希望在這場球中 用的就是 標題所說話 心理質素 以及團隊精神 去嘗試力抗 跟他們嘗試一搏 大部份的其實 都沒有什麼 不是說技術層面 而是說 如何以一個好的心態去 迎戰這個 因為曉明sir 當然是在賽後說的 其實在賽後有說 他們今屆 和李文的球員說些什麼呢 他們是說 希望李文這隊球 由你們 即是這群球員 可以令到 亞洲的球迷認識到 李文這隊球 而不是這隊球 而不是這隊球 而是李文這一個文化 外流的教練說話 真的不同 我覺得 你擺明實力不夠 如何去build up 一隊球 曉明sir賽事就這樣說 接著是比賽 實際落到場 又怎樣呢 Davey 麻煩你 好了 其實整場球裏 一開球 我和你一起看 是的 很快就已經收了兩球 唉 其實 我當時有一刻心想 4-5-6 4-5-6 會不會這麼快 因為其實 當日 即是我們看直播 我不知道是畫質的問題 還是場地真的搞不定 很鬆 看到那些是很鬆的 而那群球員 跑下去 很明顯是 很不適應 很不適應 你想想基華來頓 跑跑線低 他也跑跑線低 我相信 加上作客 還有人家的球迷很多 你會看到 在鏡頭裡面 即是觀眾席坐滿那隻 不會像港超 都是同一個看台 是的 因為旁邊看台沒有人 是的 即是 就看到 我當初都幾十分 因為其實我覺得投量 即是 塞那兩球 現在去recap的話 純粹 我覺得 與其說 即是不去怪球員什麼 也都不要說誰的責任 我會說是 第一作客 第二是 他們對場地的不熟識 即是 我覺得都幾影響到他們 當 入局入得慢 即是叫做 其實入局入得慢這一點 我自己有另一個提法 即是我覺得 其實那兩球固然失望 也都是預了 但是最令我有點驚訝的 是 這隊的對手 的攻擊力不是想像中那麼強 因為 失去那兩球 都是失去自己 某程度上 都是失去自己 可能有少少分心 未入局 大意 這些東西 不是對手的實力 是你的東西 那我就會想 如果調整好的時候 會不會只是 會不會只報在2比0呢 好了 下半場就出來了 整個戰局不同了 一出來 一個阿哥斯達斬上去 我還記得那時候看到 拉薩夫的中堅 還想吸一吸 之後就稱呼 誰知道聽了空氣 夠了 對 然後就基華利頓 可順 直湯 湯這個近柱 很漂亮 很漂亮 一比二 然後那時候都心想 偷到一球 很滿意 其實當時我心想 入讀球都夠了 結果再過一會 又一次反擊 其實李文 由這場球 由開球到完結 起腳的機會 我想一定多 沒有坑巴根 那我們都入了兩球 人家就射了一次 很難多 對 亦都想讓大家知道的是 差距 其實差距不是大家想到那麼大 對 這個打破了我的眼鏡 對 不是 這副是新配的 是新配的 亦都看到的是 第二球 一個反擊 拿薩夫龍門 撲低了 基華利頓 直指十二馬 就追和了二比二 當時我是想 我和你在類似Zoom的地方 我們兩個大喊 我沒有記錯 一起打 對 見到二比二的時候 我是想 有沒有機會 開始 不是吧 不是吧 我會想 是不是有機會 我想的不是 是心想 不是那種是 不是吧 這樣也能追和 我是想 不是吧 真的有機會 那種心態 因為我當時一追和 有機 可以按鍵 是的 但是 去到家時 我們歷戰去到二比二 去到家時 其實 我覺得是非戰之罪 到家時之後輸 因為其實 最後輸那一球 某程度上 你們真的累了 很多球員已經拉車 或者已經抽筋了 很多球員 開始是沒有氣了 抽筋 剛才說的 甚至乎 因為其實 李文都保持著去折騰 變了 後面的空位很多 失那球 我覺得是非戰之罪 是的 那就是賽後 來到 賽後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我們自己本地的報紙 本地的新聞 去讚李文 將事用命 打得很好 我覺得合理 但是最令我驚喜的是 那薩夫的球迷都讚我們 我不肯定是那薩夫的球迷 起碼不是香港人 應該不是的 因為其實本身 在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他看到 看到Facebook的post 一些賽前的數據 很多人在吹捧納薩夫 說贏了 之類之類 半力救V 是的 半力救V 對著那隊 不知道什麼李文又三分 是侮辱 是侮辱 找這樣的對手 給納薩夫是侮辱 但是 看到一些外國的球迷 都是讚賞的 亦都給你看到 其實 第一段 就是說 其實香港的球隊 絕對不是一隊弱的隊員 但是他講這段的時候 沒有講我們第三支 香港代表東方 先讚一讚大家 多謝小虎的支持 多謝小虎 多謝 Hi 是 繼續 東方 希望他們 下年繼續努力 是 希望下年繼續 你這句話很侮辱 阿先生 不是呀 下年即是 因為他們有份打 是的 他們有份打 當然要努力 最後一句有提到的 2022 season 是的 and eastern 我覺得重點是 有外國的球迷 看香港 留意 他們說得出 eastern and 結智 我覺得前面 都還可以說 這個球迷 可能有看過 雅冠 因為你有新聞 其實 但是如果去到 後面那一句 2022 season kichi and eastern 其實是要做到什麼地步 你才會知道 你起碼要搜尋 最少看Wiki 對 最少看Wiki 你才會知道 即是說 其實我們引起了別人的興趣 嗯 第二段 是Well Play 兩組 他應該真的是 納薩夫粉絲 因為他都說 納薩夫是 決勝的 但是李文就 Unlucky 即是他不會說到 贏了也沒什麼 預了贏了 那不會是這樣的 我覺得 值 有很多球迷 即是包括李文Facebook 是 或者是 港超的Facebook 是 很多 即是看到 大家都 沒有人罵我 真的沒有人罵 是的 應該這麼說 他們的努力 是看到的 大家 是 我覺得李文這段 有一個很特別的point 是 傑智在牙冠杯 輸了下來 會有人說 哦 對 廣州恆大 那場 不輪換 不輪換 東方 在阿協杯 下降 其實非戰之罪 因為整個小組 只能出一隊 加上 當時東方 臨時 是 升了這個肩巴 是的 做總監 就找了這個 盧比堂上來教 我覺得 一堆人 包括我自己都在笑他們 那麼 李文這一場 是 無論哪一隊的球迷 去看 都沒有任何一句的 負面的話 我覺得 這個是團結了 嗯 是的 我覺得 李文金轉 亞洲之旅 值 也都 正如賽後 曉明常說 令到 李文可以 在這個名字 在亞洲 那裡 有人記得 是的 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了 那我們下一張 謝謝 好了 回顧完完 剛剛那季了 香港三隊的 亞洲代表 已經回家了 那就展望下季了 好了 下一季 其實結智 沒有一個很確實的小組賽 鴨冠打 因為 要確實有個小組賽 要在2023年 才是確實一個位 是的 因為那個是拿了很多分 我們今季 它的分數就是 因為在2020年的 所有 亞洲這個州制比賽 全部都取消了 所以全部都零分 它直接計算 就計算了 2021 即今年 即是 即是 李文東方打 李文東方打 阿協的分數 就計算了到2023 是 所以2023 的亞冠杯 是香港球隊 其實可以有兩個位 是 但問題就是 要看到時候的 港超 有多少隊 是的 我們2023是太遠了 是的 我們下年 講了一小時再講 2022年 阿冠杯 結智就有一個 Qualify 是的 這個是不是 最後一回合 這個不是最後一回合 還要打中一行 因為其實是怎樣計算的 為什麼永遠說 我們一定要打多一回合 因為其實 去到最後一回合 即是第三回合 即是 俗稱為Win 沒得說中日韓 一定是最高的 你想想 連澳洲都要打第二回合 那時候 你就想 香港不用打第一回合 也很幸運 也是 也是 如果這場輸了 結智就下去 進去打阿協 打阿協 你便不能打 因為阿協的情況比較特別 阿協 因為現在亞洲足總 即亞洲足總 是未談 AFC 是未談好 東亞區下年會有一組 還是兩組 是的 如果只有一組 情況會是 右邊那張圖 最頂頂 有三隊已經 qualify 結智 如果結智進不了小組賽 就下去 直接進 那還有哪 澳門的代表 是的 這隊CPK 還有一隊 剛剛那隊 就是北韓的代表 但是北韓今年應該沒有牌 再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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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香港球隊 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那應該東方上去了 是的 理論上 東方補上的 因為 去到第二個 column 東方 下面還有一隊澳門的球隊 我不清楚 到時會不會又說 要打一場 富家賽 如果東方要打富家賽 也贏不了澳門 那算了 你就反過來想 澳門來不來 踢到另一回事 如果到時要隔離之類之類 我相信澳門未必會拍 其實反過來 澳門未有疫情 都想不打 是的 大家都明白 或者這樣說 先去假設 如果所有事情都正常的話 李文有什麼情況下 才參加到 結智入小組賽 入瓦罐小組賽 入瓦罐小組賽 就算北韓有排 李文要打一個富家賽 是 要鬥到最後一回合 可能要對蒙古 台北蒙古 或者北韓的代表 是 因為 看到Qualifying Playoff之後 那三個國家是什麼呢 關島 北馬利群島 是 還有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還有 蒙古的四隊 好像是欠一隊 上去 上面 payoff round 再跟李文 北韓 我假設結智 入了 東方退上去 跟澳門的代表爭 爭完之後 再上去小組賽 或者另一個情況 聽到也覺得很累 或者另一個情況 已經打了半個聯賽 另一個情況 是 有兩個小組 那就好得到 那就什麼都不用了 那就一定入了 對 但是 到時兩個小組出的一隊 我就不知道 但其實也有人說 是難的 因為其實 即使是2022年 好看香港聯賽的比賽數目 球隊數目 去考慮多少個發牌位 當然 所以這個位是再斟酌李文 因為他們是最後那個 那你變成 結智一定有的 問題是 東方發不發多牌呢 機會大 但是 李文發不發多牌呢 就真的好看 我們接下來聯賽的規格 好 我們下一張 麻煩你 好 最後就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 張健鋒 對球輸給健智的時候 其實張鋒去了哪裏呢 有一個U23亞洲杯的外圍賽 香港跟 柬埔寨 北韓 和日本同組 第一輪的比賽 其實在日本主辦 就踢了 那打成怎樣 其實 說了一點插曲 其實本身 香港不是在這個組 本身是在I組 I組有什麼呢 越南 中華台北 還有 我沒有記錯是馬拉 但是為什麼 會無端端要扔過去呢 原因就是 本身這一組 只抽到日本 柬埔寨和北韓 但是基於北韓 退賽 就只剩下兩組 這個亞洲捉協 就覺得 只有兩組 就不夠公平 那不如不要搞啦 抽一隊走 是G至I組 總之在那一堆小組 在東亞的公園裡 在東亞的公園裡 抽一隊 香港的百分一機會 剛好抽到 就下去了 香港一向都是命中選擇 對呀 香港都是最硬的 我們一向都是特別的一群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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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給日本是正常的 輸四比零 對呀 對呀 但是柬埔寨也輸 不論是呀 還要先打柬埔寨 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 對呀 輸給柬埔寨那一場 其實我看完之後 我火滾 真的滾 你知不知道那兩球 林樂坑入了兩球 輸到四比零 是你會覺得 其他球員做什麼 即是很抱歉 可能最後這個節目 會傳到某些球員意中 你們做什麼 即是 減毛就是一隊 都沒什麼可能贏到港隊的 大家都輸人四球 即是這樣 那個心態是這樣很糾結 即是這樣說 可能 很多球迷看到這個比數 都會 想就是 做什麼 但我們要想回一個現實的地方 就是 聽下去就是 港隊 成年隊 和U23 那個差距 差距是什麽呢 人家可能正常 日本 或者柬埔寨 可能是一級一級上 但香港基於入籍兵的原因 我們見到的港隊 其實很多是一些 假鬼 外國 假鬼 變相就是 根本中間 那個斷層 斷層 這班球員 可能 可能 差點說 可能有四分一 根本未必上到港隊的質素 你推了他們去打這個比賽 其實有一個更容易說的分析 港隊現在暫時 李文結智分天下 U23 香港對U23分天下 很老實說 現在這隊U23 球會那隊 對結智東方有什麽比數 就是 港隊的正選 和U23的差距 是 其實就是這麽簡單 都對 就是這樣 後面 減毛泽輸4比2 對日本輸4球 很多人就說 是合理呀 日本這麽厲害 大哥 我們先看看名單 謝謝下一張 輸給日本 人家日本是否真的好厲害呢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日本的名單 其實 很壞 其實 講到U23 就是全港超球員 日本其實人家有出大學生 有出高中生 當然也有少少是日積的青年軍 列了三位 這三位都是 你沒有為人 7號 其實有看日積的朋友 可能都會認識一下 都有認識這三位 因為這三位其實都是日積 正選來的 正選 因為我看回數據 日積基本上踢38場 20隊 20隊 對 38場 你預計他們基本上31場 起跳至少 正選90分鐘 打足的 對 你想想 神戶勝利船 有誰呢 印尼斯達 印尼斯達 之前有普魯斯基 廢托 廢托 然後韋娜 韋娜 華美倫 對 但是欠了正選 對 青水心跳 可能欠了少少 在日積 不是最上級的班 不是最上級的班 但是 要想起一件事 就是 要在J1站穩正選 青水心跳 應該很少降班 近幾年應該沒有 他們的質素 其實寧木為仁 有說過 應該是下一屆日本 當家正選前鋒 鄉家有太 我比較不熟 崇江大棋這個球員 其實 我沒有記錯 好像已經入了兩三次 一隊國家隊 我早上走的時候 一隊就未見到 但是他們是U18 梯隊一路上 一路上 你見到是整條坡 已經出來了 但是 那些人就會覺得 港隊對著這三個 輸都很正常 但是 我又不覺得 是 要這麼理所當然地去輸這場 應該這樣說 現實和球迷 現實和踢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 不可以說 因為那隊是日本 所以我們正常會輸 如果你本身這樣想 你未開球已經輸了 其實你輸了 對於港隊那邊 我們不太多說 因為上次其實都提過一下這個表 這樣 這一場 這場 輸4比0 是事實 至於 你說 U23 出了谷 接下來 還會不會有大賽 其實是有的 接下來 不過是大趕腳 只不過 香港隊的人選 其實 教練的人選 都未定 是的 我們今天 其實點出了很多 香港足球 甚至香港隊的一些問題 但是 當 我們去回頭看的時候 已經要準備打一個外圍賽 你連主教練都說 我不急 等一下 那 究竟香港足球 還會怎樣 或者講足一小時 其實 接下來幾季之後 還會不會有講足 這件事 去給我們講足一小時 我覺得 這個很值得商榷 希望相關人士 都真的 麻煩你打好你的份工 姓貝那些 我也不怕點你 貝永奇 那我們就 下一集再見 下一集 其實聯賽應該已經去到白熱化 為什麼 李文其實 打完阿協杯的分區決賽 球員已經回到你隔離 旁邊已經一半了 接下來李文就會進入這個戰局 還有一些高級中銀牌 會陸續開始 下一集主要會看 這幾對球 我們注意的 會打得如何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託